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英雄初少年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岳姐姐 小轮车小朋友们都玩过吗 有的小朋友肯定觉得和自行车一样 没什么好玩的 小朋友们可不要小看小轮车 看起来它像是缩小版的自行车 有些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 话不多说 接下来进入小轮车的速度与激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小勇士骑行趣味挑战赛武汉站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刘姐姐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教练 以及现场解说金金教练 徐刘姐姐好 大家好 我是金金教练 今天我们的这一场比赛 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除了小朋友们要比赛之外 家长们也要参与其中 所以家长们要加油了 你们的表现将会影响到最终的成绩 那接下来呢 就要有请金金教练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 小勇士骑行趣味挑战赛比赛规则 小选手们将经历预赛 复赛以及最终决赛来角逐比赛胜利 预赛阶段 小选手们将分为A B C D 4组 每组前两名小选手进军复赛 复赛阶段 小选手们将分为A B 2组 通过与家长合作 每组前两名小选手进军决赛 最终决赛四进三 决出出冠亚季军 那我们现在看到啊 小朋友们已经都在起点处 整装待发了 准备好了吗 小朋友们 好 我们看到小朋友们现在 还非常的轻松 出发了 我们三岁A组的小朋友 已经出发了 进入了第一个转弯 我们看303号小朋友 利用了一个内侧弯道 完成了一个 发生了一个摔车 加油 爬起来 301号小朋友加油 加油 好 现在应该是 但是我们的三岁组的小朋友 也是状况百出啊 因为年龄很小 是的 是的 但是我每次在平衡车的 这个赛道上 看到小朋友摔倒了 再爬起来 都觉得特别感动 304号小朋友 马上冲过我们的终点 不要往后看 眼睛看前面 加油 太棒了 接下来的这个是303号 好 302号 301号 好可爱啊 301号 三岁混合组 第一组 第一组小朋友的情况 那这一组的前两名呢 已经产生了是303号和304号 我们现在啊 三岁第二组的比赛 也已经小朋友们 在出发台上做好准备了 同样是四位小朋友 看来已经准备好了 来 我看这组比赛 有两个女生 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小女生的竞技状态 好的 来请晶晶老师 八号口令 好 现在是第一名的小朋友 是308号小朋友 加油 看两个小女生也是在 现在第一名是女生 小女生小腿倒得可快了 是的 但是我们看她的 其心重心还是比较高 因为三岁 可能还是在一个基础 应该重心再低一点 对 尤其是竞速 你的重心肯定是要前轻一些 这样一个速度才会更快 但是我们看 这一组的第一名小女生 那后面很长距离 是的 308号 非常的棒 耶 我看308号和306号 两位女生啊 也是获得了我们三岁B组的第一名 和第二名 哇 相机生比小男生要快 好 305 307也分别到达了终点 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 我们看到啊 第三组的小朋友也已经在起点 做好准备了 我们也是我们三岁C组的四位小车手 已经做好准备 好 3 2 1 开始 311号小朋友啊 出发还是非常迅速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金金教练刚才说的重心 他的重心比较低 是的 你看他加速的时候重心前压的 对 哇 311很快 好 现在进入最后一个直线的冲刺 311号小朋友领先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311号是不是一看就应该是经常参加比赛的这种 是的 是的 嗯 我们现在看到这应该是第四组了 对 也就是我们三岁D组的比赛 好 开始 3 2 1 出发 加油 我们看这一组的313号女生啊 出发是反应非常快 现在经过了我们第一个转弯 也是利用了一个弯道 拉开了他与后面小朋友的距离 哇 而且他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漂亮 穿了一个小皇冠 穿了一个砰砰小裙 穿着小白纱裙 这一组四个好像都比较快 哎呀 是的 不要紧不要紧 加油 313号小朋友的这个激情重心是非常低的 嗯 加油 316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都是女生吗 加油 315号加油 特别棒啊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三岁混合组的这个整个预赛已经完成了 太快了 我们的第二轮 复赛了 那么复赛的规则也请金金教练再来给朋友们再说一说 嗯 我们的复赛呢 也就是要由我们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协同完成的一场比赛 家长将会佩戴我们的泳镜 泳圈 以及我们的脚谱 这是要去游泳吗 对 然后他们要跑到我们的交接点 小朋友们才能拿起自己的车继续完成后面的比赛 所以家长的名次 取决于小朋友们在复赛的表现 也就是他能不能进到最终决赛 决定于家长 是的 前面的这一棒 所以这是一个接力赛的形式 我们现在也看到在我们的赛场上 赛道上 平衡车摆在了中间的位置 整个赛道中间的位置 家长完成前半段 孩子们骑着平衡车完成后半段 是的 家长们已经开始装备上了 太可爱了 孩子们可能都没有见过自己爸爸妈妈这样的样子 这个在平地上 戴着游泳眼镜 泡着救生圈 穿着脚骨 太逗了 对 这也是我们就是英雄初少年 蓝幕组 也是鼓励到我们更多的家长 能够真的参与到 自动体育运动的陪伴中来 因为家长日常工作都非常忙 其实很少有机会 能够带孩子真正地完成一项运动 好 家长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家长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我们看 301号家长 妈妈 脚腹腹 运动的还是 不是特别熟悉 因为她出发在领先的位置 然后被两个爸爸已经追赶过去了 好 爸爸已经到了我们的接力区 拿起孩子的平衡车 303号爸爸还是凭借身高和腿长的优势 一马当先 我觉得她的关键是在她跳得比较高 她每一步都在蹦 所以她脚腹其实不会对她有太多的影响 太不容易了 看 306号家长也是在奋力地追赶 好 现在我们的家长 能不能完成一次超越南在终点前 小心 小心 真的是出现了一些意外 但是我们看 爸爸为了孩子 还是在奋力地拼搏 306号家长 个人 本来是压力�地拼搏 本来是大人的 他们都帮助了 我们想起来 百分之一 那么快 是 年的 什么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当时他摔了之后我是比较担心的 我怕他会就不比赛了或怎么样 因为他现在是全场最小的一个小宝贝 但是他表现得很好 站起来直接站起来就继续添加比赛了 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 跟儿子一起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收益还是蛮大的 以后要经常跟儿子参加一下 参加一下这些比赛 我们以后要多多了来参加这样的比赛 既锻炼了孩子也锻炼了家长 通过这次比赛吧 然后我对我孩子的期望就是 他能够健健康康的 然后快快乐地成长 其他的说多了都是假的 但是自己身体健康和更快乐地生活 这是最真实的 好 我们看到家长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是听我们的现场出发音 听我们的现场出发音再出发 好 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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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我们看316号非常快 好 316号 311号小朋友 现在是第一名第二名 303和308也还在进行一个激烈的争夺 好 现在第一名第二名小朋友 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个直到 316号小女生非常快 我们看她的身高和这个体型也是非常的健硕 而且你看她们在过弯道的时候 动作已经非常专业了 有一条腿 这个专业词语叫什么 弯道腿 就叫弯道腿 加油 您觉得孩子今天表现怎么样 今天还可以吧 第一轮可能没有热身 然后速度没提起来 最后这一轮还可以 还比较不错 爸爸表现怎么样 那个是哥哥 哦 是哥哥 难怪那么快 这个是亲友团啊 哥哥表现怎么样 哥哥表现非常棒 是亲哥哥吗 是的 哦 又一个这么大的哥哥 哎呀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以后有这样的比赛 就拉着哥哥跟你参加 他学了多长时间 也是两岁开始接触这个平衡车的 然后我们也是参加了一个俱乐部 平时还是有在训练啊 比赛 他参加比赛多吗 还比较多吧 比较多 对对对 也是中在参与 就是比赛代念嘛 或者是在赛事中成长 觉得孩子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他很满意 他自己不满意 他觉得他只得了第二 他想得第一 是吗 爸爸说的是吗 是 你每次比赛都想得第一吗 好 那我们就继续好好练 好不好 相信你会越骑越快的 好吗 来 记得掌 耶 你是打了我一下 好的 他学的过程中怎么样 还可以吧 可能 就是我非常满意 他妈妈都是老是不满意 这样的 妈妈为什么不满意 妈妈可能妈妈的要求比较高吧 那您的要求是什么 只要锻炼生技就可以 妈妈老是要拿比赛的名次啊 什么的 妈妈希望她多拿一些比赛的好名次 爸爸是觉得只要锻炼身体了就可以 是吧 既锻炼身体又拿比赛名次 好不好 好的 爸爸觉得今天孩子表现怎么样 孩子表现非常棒 非常棒 您对他这个学平衡车的要求是什么 一开始就是想让他锻炼一下身体嘛 但是发觉在这个平衡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学习比赛过程当中发现他各方面都有成长 比如说哪些方面 就是这种意志啊 坚强啊这些方面品质都有提高 这个晶晶老师是肯定是特别有感触的 是的 是吧 看见那么多的孩子学习平衡车之前和之后的变化 是的 嗯 觉得更 我觉得几位家长说的都非常好 就是我们淡化成绩 然后重视过程 对吧 小朋友们 呃真的 成绩不是衡量他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 更多的是在过程里面 他是否尽力了 他是否能够战胜自己的恐惧 面对这些挫折 能不能在摔倒之后 勇敢地有勇气拿取车 去继续地奔向他的终点 其实每个小朋友尽力就好 能够做最好的自己 比拿第一名更重要 更重要 哇 太棒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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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爸爸一样喜欢去平衡车 在家的话我们最多的就是带他去玩他喜欢的平衡车游戏 然后还有一些户外活动啊 因为孩子也比较小 现在兴趣班我们也没给他态度负担 就是抱他比较喜欢的感兴趣的 现在他特别喜欢平衡车 然后这项运动的话 我们当时也属于一种跟风 这两年也比较火爆 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我们还跟得比较对 一来的话这个运动 既锻炼了小孩子的体能 包括他的身体素质啊 我觉得我们觉得很满意 这就是三岁族取得亚军好成绩的 311江鱼锦小朋友 看到爸爸积极乐观的比赛态度 以及江鱼锦小朋友活泼开朗的性格 难怪在面对比赛时 能够发挥的如此的稳定和自如 最终取得了优异的好成绩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积极参与到不同的体育活动中 在快乐中成长 在锻炼中练就强健体魄 在速度与激情中追寻不一样的童年 小朋友们 你们有看过别人滑雪吗 看着他们滑雪 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是不是特别的羡慕啊 不过滑雪中有一些危险的动作 必须要有专业的指导和教学之后才可以哦 今天我们就先跟着教练 一起学习正确的滑雪方式吧 大家好 我是单板滑雪指导员 刘天宇 我一定要求你的优优优独播放 其实这个有没有 我当然不想要 接受的棒游 Judah 证鹿 阿ゴ 就帮我 这种优优独播放 相对 区 !! 比较 比较 吉利 拔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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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火 小火10分钟 现在来调最最关键的酱汁 加一些水 加一些水 跟这个水 水 块 流弄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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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怎么样 好香啊 来来来 好吃吗 羽毛球在冬天的季节 更受大家的青睐 因为它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 保持健康的体魄 还能让自己变得暖和起来 那你们知道羽毛球是如何练习的吗 进入今天的羽毛球课堂 和教练一起学起来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跟我学羽毛球课堂 我是里面的教练龚伟杰 第六集正是我发高原球 在羽毛球比赛中 任何一个球的竞技都始于发球 发球质量高 可有效地现对手于被动 为得分创造条件 甚至可以直接得分 对于青少年初学者 我们首先要学的是正手发高原球 两脚自然分开 左脚在前 脚尖对往 右脚在后 脚尖稍向右侧 重心放在右脚上 用左手拇指 食指和中指 握住羽毛球的中部 自然放在胸前 右手正手握拍 自然弯曲时 举至身体的右后侧 呈发球前的准备姿势 左手松开 使球下落时同时会拍 右脚通过脚踝带动髋髋节 向前方蹬转 确定击球的时机 要将球打得又高又远 击球时 球拍顺势挥动 缓冲 正手发高原球 是羽毛球的最基础 也是最有效的发球技巧 如果你能把正手发高原球发好 有可能你可以去打赢 很多你想不到的小伙伴 因为高原球是为了限制整个 产上的一个移动和击球的落点 手指拿球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拿球头 一定要注意的是拿球头 像很多人是有可能拿球毛 拿球毛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很累了 或者你很紧张 当你手换的时候 球就跟着换 当你这个球落体的时候呢 它就不稳定 它就会不稳定 可是无论我多累 无论多紧张 当你握住球头的时候 球就是很稳定 好 加拍 好 视线看前方 看前方的时候 后脚微起 后脚微起 整个中心在前面 好 当发球的瞬间 一定要注意 注意 同步 腰 当腰转的时候 脚踝也跟着走 然后能接到脚 腰 整个瞬间的力量 一定要注意 我们发每一个球 不是用力量去打 才能把它发源 我们会拍或者是击球 每一个瞬间都是在借力 但你把力量借好 你就可以控制 很好的去控制每一排球 不需要说你花很大的力 其实始终你都在借力 所以你来体会一下这个发球 好 要注意 好 先架拍 好 现在架拍这个环节了 你要注意的就是 大力啊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脚和肩同宽 对 肩 对 再打开一点 你再打开一点 脚尖 注意脚尖 对 好 手呢 离身太近了 好 拿高一点 拿高一点 好 打开 好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然后呢 现在你们通过转体 半转体 注意控制腰 注意控制住腰 不要甩腰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发高远球 是直线 发出去 准备 发 好 这个很正常 这个啊 大力没有问题啊 小力 发球的时候要注意 你刚才啊 手指是握到球头 可是呢 要放下来的时候 是自然放 这个 让它放下 挥一拍 刚才呢 你多了一个环节就是了 把球丢出去 所以丢出去 球就没打到 所以要注意就是呢 把球拿到 好 四篮下放 就是 就是 你松手就是 一松手 它是一个垂直落体 如果你用力 你就找不到球 对吧 所以刚才就 这个环节上要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 每人发三个球 来体会一下 刚才所说的技术要理 好 准备 发 很好 很好 好 第二次啊 加油 加油 第二次准备 注意动作 发 很好 来 第三次啊 准备 注意还有一个就是 借身体的半旋转的力量 能借到力 最后一次啊 准备 发 非常好 非常好 学得真快 学得真快 在家练习时要注意 羽毛球下落的位置要固定 松手 使球下落的位置不能变 所以在家空拍练习时 模拟拿球的左手位置 要固定 我叫雨静明 今天我给大家 用一些手工来做猫 后来看一看小朋友们都在家 参与哪些动手又动脑的活动了 我给大家看一看 你给我一下 你呢 我送你 我给大家看一看 你 我说 给大家看一看 我说 我说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看一看 我说 在家人 我看不久 我看一看 你 我看 我看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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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花一朵 你在我生命中 太多的感动 你是我的天使 一路指引我 无论岁月变换 爱你唱唱歌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我要谢谢你 因为有你 爱藏在心底 谢谢你 感谢有你 把幸福传递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 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 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